记者陈温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沿平北路三段上某间机车行 昨天晚监禁酒时 突然遭市民怠冒 蒙面男子冲入店内 不仅推倒放在店内外的整排重型机车 每人手持绿棒砸这些机车外壳 灯罩及罩后静等 犯案后迅速离去 台北市警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据报赶往 联姓店家表示 应是办理分期付款未成 遭柳姓少年纠重报复 其中参与的蓝姓少年 今天凌晨在父母陪同下盗案说明 警方将持续追击其余少年盗案 讯后将依损罪含纵 警方调查 家住台北的柳姓少年 上月前往这家机车行购车 双方谈妥后 柳姓少年表示 有成年有人挂名并办理分期付款 据料 这名有人在联征中心的个人信用评比未获通过 无法办理分期付款业务 柳姓少年不满 近期为此事不断打电话 向店家抱怨 抄价 没想到竟纠重来砸车砸店 脸书粉丝专业 黑色豪门企业和爆料公社 昨天晚间实施于 分别出几段影片 标示晚间八时四十五分许 近十名身穿帽T 口罩遮脸的标形大汉 人手一支绿棒 闯进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的机车行 看到机车就是挥棒猛杂 还将车子推倒在地 机车店的员工只能站在远方观望 警方获报赶底时 这群人早已一哄而散 警方初步调查 应是买卖纠纷所致 出江店员 联姓老板带回黎清 是否与人结怨外 同时将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将砸车歹徒击捕当案 至少谷